在美国19世纪 在英国伦敦 诞生了一个不幸的男孩 他出生一年之后 爸爸妈妈离婚了 他跟了母亲 没几年 他的妈妈在他六岁的时候 精神失常被收入了精神病院 他也被收入了孤儿院 他从小在英国当过药店的学徒工 旅馆的服务生 饭店的伙计 书店的伙计 玻璃厂的零工 和硬杀厂的学徒 他的童年 保藏着所有一个正常孩子 没有受过的这种快乐 他没有快乐 但他后来 他发现了苦难的方法 他掌握了笑的秘密和诀窍 于是他就把他的笑拍成了电影 他的每一部影片 却在世界上拥有三亿的观众 他征服了观众 征服了世界 他就是查理查布林 索别林 佛法界认为 因和果 双方在一定的条件下 会向反方向发展 所以当你在痛苦的时候 苦难 挫折 长寿在人间的不幸的时候 只要你坚强 只要你想到 还有希望 你就会变得慢慢的 乐观的活着 就像很多人 没有得到的时候 他拼命的努力 一旦得到了 他反而会哭一样 所以我们要学佛法 知足常乐 我们现在受的苦 就是在宵夜上 妈妈为孩子受了多少的苦难 但是现在母亲身体不好 或者条件不好 孩子都会来照顾 我们自己的母亲 这就是西方人 和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不一样 前几天我还和一个西方的一个 我们的一个佛友讲起这件事情 西方人年纪大了 把你们送到 Nothing Home养老院 在里边养老院的人 是三等人 是等吃 等睡 等死 他们没有看到自己的亲人 他们没有家庭式的温暖 而我们华人 一般的都是聚集在自己的家里 我们有一个温暖的家 我们有孩子来照顾我们 和那些拿薪水的Nurse 那是不同的概念 所以我们晚年得到的 是一个亲情般的温暖 而他们得到的 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家庭 所以台长希望大家要懂得 你现在所付出的一切 晚年会得到一些回报 所以对别人好 就是对自己好 我们虽然晚年靠不到 我们所有的亲人 但是我们学佛人 只要大家聚在一起 晚年都会相互帮助 相互的照顾 这就是我们的大家庭 为什么要舍弃小爱 对别人付出真爱 这就是你的贵人 所以一个人现在 就能对别人好 他就是有智慧 一个人现在就能对众生 不出爱 这个人一定会得到众生的爱 他永远不会孤独 他永远不会变老啊 我们在人间 什么时候能知足呢 我们刚来的时候说 我们只要有一辆小小的车就可以了 哪怕再小的车也是自己的 慢慢的欲望膨胀 我们需要大车 我们需要好车名车 来的时候住着两方一厅 觉得很满意了 现在不满意 我们要住海边 我们要住 house 这一切都是你的欲望 所以的很多人在这里打两份工三份工 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们要有更大的房子 所以一辈子在还贷款了 所以欲望越多 人越烦恼 少追求 少记恨 尽力而为 就是随缘 我们人经常办错误 在于这是我们是人 因为我们人有劣根性 首先是嫉妒 然后是称恨 还有最大的就是贪 我们要懂得学会在烦恼的人生当中 要让自己的心和身体都要健康 要学会无为而为 那就是说要没有目的的去帮助别人 别人一定会给你回报 当你有目的的去帮助别人 别人看得穿 他不会对你有真心的回报 所以我们要学会做圣人 只要自己在生活和人间的苦难当中 你不低下头 你不弯下腰 别人是不可能骑在你的脖子上和骑在你的身上的 在沙漠当中行走的骆驼 他眼睛看见的是沙漠 但是他心中想的是那块绿洲啊 所以要看到光明和前途 要想到我们今天的苦难 身体不好 只是今天因为我们还拥有明天 还有拥有后天 所以我们做人 你可以没有太高尚的情操 但是做人不能无耻 我们可以不伟大 但是我们不能卑鄙呀 所以对一个人来说 心灵的美远远胜过你外表的美呀 同甘的人不一定是朋友 同苦的人心灵可能更容易相同 所以大家都活在一个世界上 都在享受着一些人间的不报 也在长寿着人间很多的苦难 希望大家好好的帮助 相互帮助 相互爱护 那就是同甘共苦 希望大家多多的明白这些道理 人伤我痛是佛的精髓 懂得知足常乐 才能在这个社会上活得安逸 这就是佛教的妙法人生啊